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全球宗教性侵丑闻 教宗被迫改革 达赖出面安抚受害人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9月12日 接见来自美国天主教会的领袖 讨论在美国涉及的性虐待丑闻 与多年来掩盖对数百名教区神职人员的 指控问题 这次与教宗的会面 是在梵蒂冈前驻美国大使总主教 维加诺呼吁教宗辞职之际举行的 他的理由是 教宗曾经知道 华盛顿书记主教西奥多迈卡里克 涉及在20世纪70年代 发生虐待青少年 辅迹男童修生和年轻教士的事件 维加诺指责教宗虽然获知有关的情况 但没有当面指控迈卡里克 在今年7月 教宗取消迈卡里克的书籍主教头衔 曾于2011年至2016年担任 梵蒂冈驼驻美国大使的大主教维加诺 给其写信质疑称 教皇早就知道 美国红衣主教迈卡里克曾被控性侵 但却掩盖了有关丑闻 他应该为此辞职 维加诺的这封指责信 分别用意大利语和英语书写 长达11页 他在信中表示 教皇至少在2013年就知道有关红衣主教迈卡里希涉嫌性侵的事 但直到上个月才接受后者的辞职 维加诺认为教皇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按照零容忍原则 和其他掩盖了迈卡里克罪行的主教一样选择辞职 美国天主教会多年来 一直被指责神职人员在教区内虐待幼童 教会高层领袖在了解到这些罪行时 经常把罪行掩盖 并保护涉事的神职人员免受刑事指控 12日当日 梵蒂冈宣布教宗方济各明年2月 将召集全球资深主教开会讨论 保护未成年人 天主教教会近年来饱受连串孩童 遭受性虐待丑闻打击 还被控大规模掩饰 包括教宗方济各本人也受到谴责 对教宗提改革建议的C9书籍资议会 发表声明说 主教团主席集会将于2月21日到24日 在梵蒂冈举行 最近一次C9书籍资议会 有三名书籍主教缺席 包括被控在智力忽略性侵通报的 埃拉·苏利斯 以及在澳洲因涉孩童性侵案 遭起诉的派尔 C9书籍资议会时日说 考虑要改革其结构和组成 教宗在梵蒂冈刚刚成立的 一个保护孩童委员会上说 打击性虐待是教会当务之急 并强调倾听受害人的重要性 在教宗方极各为天主教会性侵丑闻困扰的同时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也首度会见僧侣性侵受害者 荷兰媒体NOS14日报道说 达赖喇嘛在荷兰 与一族称受到持藏传佛教上师名号的 僧人性侵的西方佛学弟子见面 这12名学佛人士 之前向达赖喇嘛送出一份情愿信 要求在达赖喇嘛14日访问荷兰时跟他们见面 并呼吁佛教界关注这类性丑闻事件 这些人是来自奥地利 澳大利亚 比利时 法国 荷兰 以及美国 请愿信已经得到了大约1000人 千名连署 受害者证词中指出5名西藏喇嘛的名字 其中包括在西方传教有上师名号的藏传佛教喇嘛 索甲仁波切 以及香巴拉传承的萨江米仁波切等 对索甲仁波切等独立调查已经公布 调查结果维持许多对他的指控 西藏之声报道说 达赖喇嘛办公室在回函给这些受害者的信中说 尊者达赖喇嘛非常痛心 他一贯谴责这种不负责任及不道德的行为 受害弟子应该揭露犯下这种不齿行径的上师 活动发起人则对达赖喇嘛尊者与他们见面感到欣慰 据法新社的报道 这是达赖喇嘛首度会见这类受害人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